继续我们镜头往南来看高雄市的新中国小 这间小学呢全校时升只有百人 不过最近成为了外界焦点 原来呢新中国小的操场竟然是紧邻着崩癌 导演陈慧武呢在空拍高雄桃园区的时候呢 就发现这座小学宛如是悬崖上的学校场面惊心动魄 而如今各界除了关注学校的未来之外 这座部落小学的面纱也逐渐揭开了 我们带您一块来看看 孩子聊亮的歌声和谐唱着布农族的古摇 新中国小从幼稚园就开始致力于布农族语戏剧和古摇的传唱 主要是以布农族跟拉罗族两个族群为主 那我们学校也非常重视学生的族语能力 还有我们的原住民传统文化的一些知识 新中国小位在南横旁 而学校旁边就是老农西 这支时期已经成立 直到民国68年才称作新中国校 由于地处偏僻 居民连买菜都得养赖行动菜车 错过了就只能自己想办法 不会挑东挑西只要油就好就是菜只要可以吃就可以了不会不会嫌东嫌西这样 大部分都是布农族的原住民个性阿萨里和老板就像朋友一样 买菜还可以收账 不动的那个杂货店什么都有老板人也很好有时候还可以欠 还可以欠 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外出工作留下年迈的长者和小孩而孩子下课后非常懂事都会帮忙家务 那个木材 木材 我们刚才说对木材是不是 对 没用到输 我乘搭了四五十年了 乐天之命不予人真的个性才会让新中国小操场旁着崩癌 从梅基台风搁置到现在还没处理 而居然也没人上告中央 直到陈惠武导演的镜头 也才让外界意外看见桃园新中国小的窘境 民事新闻邓山田高雄市报道 中邀请订阅